高清者 桃雪 wtfM 各位好,很聽《 志祖ves》 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 大家請盛開 兄弟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早上 这个科技是要讲南海专案 南海专案 大家知道吗 听过吗 不 不 这里有一个有几分合约 签几十年 都没有一份 这1993年4月13日 克里斯通公司 做这些中国的准 要去探勘作业 结果外南出帮五个武装的准 把他围起来 然后最后就是他撤离 这个探勘的合同就撤离 这个当时探勘的负责人说 从此中国人 中国就没有来到南海附近了 到现在都没有 这开拆 你要去人家的地方开拆 要给他们什么东西 要钱力尽 没人要给你开拆怎么办 你人家没有东西嘛 要钱力尽 1992年5月设备 克里斯通公司和中国 签这个万安北二十一 十一开发合同 到现在二十年了 他白绞了二十年的全力均 然后还最近跟他探勘 绞到2015年 到2015年 到现在要是没得开拆 五十五在那里嘛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西鸟岛 中国叫做南海岛 越南称作长沙岛 日本叫做西鸟岛 长沙岛 这个岛以前是 1946年12月 俄罗斯派这个美园的金建 来接收这个南海珠岛 行政展观公司来接收的 1973年7月到74年后 越南派兵 占领了这个西鸟岛 叫南海岛 1975年南岳的振钱崩溃 北岳金队登陆到现在 在想 这现在就说 外南称在这里建一个跑道 这有停机场 这个岛 现在有他们的朋友 这是他们的金队在这里 他们有把这个岛 发进去他们的领海 领海基线吗 大家知道吗 没有 他这个 虽然说他在那边注金 但是他也是没有把这个岛 为止说 这是我的地方 他没有这样做 他当然这些国家都知道 这叫做擠而已 比如说我们的地 输人地 叫人擠什么 啊 啊擠久会变他吗 会吗 会吗 你如果没有去过去 会变他 会变他吗 会吗 不会 不会啊 因为你过去给他 如果没有过去 这个岛 擠得多久 也是一样 比如说 日本跟苏联 整的北方四岛 六十八年啊 啊 啊 也要再整的 擠久会变 苏联的 不会 这叫做 占领不移转主权 我南军事 占领的西鸟岛 2013年的林海基线 有没有包括南海岛 就是西鸟岛 没有 答案是没有 这个占领不移转主权 在美国陆金总署 战争法 这个第六章 那里面 这有网址 那里面有说 这些 叫占领不移转主权 占领不移转主权 占领不移转主权 这件事 在 东南亚这个地方 南沙这个地方 南海这个地方 还是大家都知道 这些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占领不移转主权 所以说 虽然他们有军队 在这里 同样没有 这个你们可以去查 美国陆金总署 战争法 汇篇 这都有资料 那你想想 这件是我们 美国一间公司 叫 哈特公司 这个菲律 他想不想 继续继续 全国 中国 他想继继继 管理金帽 中国 他叫 他叫 占领不移车 也让他开菜 对不 但是他 不得意也要叫 也就是继续叫 他叫 可以去炭炭吗 可以 不行 因为占领不好 可以去炭炭了 要不要再炭炭再炭炭 第二個就是說 這佔領 佔領必須要有佔領的意識 主錢的意識 租款的意識 再讓先佔 屬性他就沒有這個租款的意識 他有所有錢的意識 但是他沒有主錢的意識 所以私人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先佔 宜平地海島佔住 避風 這可以佔這個倒閉 不行 這個不行 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先佔 這是國際法前的英國協責奧本海姆 在國際法一書裡面有說的這個佔領 先佔的要件 無主帝先佔的要件 要有這個 有政府的行為才我去選領 政府才有租款的意識 一般人在1919年在西沙青島開採這個鳥糞 這個也沒有完成先佔 公司採鳥糞跟市民在海島大不一樣的意思嗎 都是屬性的行為 所以這個都是沒有辦法完成先佔 這是歷史主權說 有嗎 常常聽說歷史主權 就是這種行為叫歷史主權 日本人首次進行行政管理 日本人在1917年南沙青島進行林礦的調查 1919年橋本龜山廊 神仙龜次向日本外向內田康哉 請戀將南沙青島編入日本版圖 1919年6月10號 這都有一季 拉薩島林礦知書會社向東京地方裁判所登記採礦前 這是首次納入行政管轄 日本政府發出開採喜可 這有主權的意思嗎 東京裁判所出來登記喜可 這款的作為有沒有取得主權的意思 沒有 政府很管理 喜可 這不是說我公司而已 這是一間 無主地 無主地 那一間就沒有呢 那一間就沒有人住 這個南沙青 法國的作為 1875年 郊子之那是安然 割讓給這個法國的領土 屬於法國 法國屬印度之那聯邦的一部分 當時不含南輝島 1925年3月23號 法國駐郊子總督 決定將 這沒有公開 將南輝島交給郊子之那八地省管轄 所以這個南輝島屬不屬於安然國 外南的地方 不屬於 日本海軍在一級二級 派遣一艘運輸艦交錯號 到南沙青島去測量 然後把這個墓碑 191000年墓碑改成石碑 這有祖先的意思嗎 這個應該有吧 軍隊這個 這就已經灌了 要求二級年 這個世界不經期的影響 採礦停止 社員三人 礦工130人撤退 撤回到日本 十二八年的時候 1933年 法國說 他要先佔這個新南青島 南沙島 日本政府八月十個就說 提出抗議 拉薩公司大正七年 1918年就開始在這個地方採礦 日本政府給予多年的協助 日本在南沙島 以進行多年的開發管理 新南青島 並非無阻地的 這個抗議 有說這個地方我已經關很久了 所以他不是無阻地 你不是無阻地可以先佔嗎 我們台先生剛才有說過 無阻地先佔兩個條件 你如果說不是無阻地的話 可不可以先佔 這不可以啦 就有人 一共有人 有主啊 你要怎麼去那個 已經有管理 有人在那邊管理 所以 就 不是無阻地 所以不能先佔 你1939年以前 南沙青島 各 各爭端國都在登島之後 設置佔領的牌 檢疫的房子 不久就離開 法國 中國 日本 其實日本是有啦 日本是說 在1939年開始建了 永久的房舍 還要派官去管理 那時候有官不明 還有政府這樣而已 也是要派去 你要檢疫就是要有主權的意思 有主權的意思 所以你要派官去 這是那種的 這是什麼人 是這個 行政的研究會主料 南海歷史性水域法律地位研究 400控制 第34到第35 他說 一本人在一九一七年探勘西沙青島跟南沙青島等無人島 這無人島 無主地嘛 1939年日軍佔領該地 4年3月30號 日本內閣以外甲116號決議 將編入台灣高雄市管轄 日本承等措施可謂 既被國際法上先戰的條件 這先戰不是我們說的 這先戰是國民黨自己說的 日本第1939年完成先戰 這是他講的 這主要都 網路上都找到 這關方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先戰 既然完成先戰 別人可不可以再去先戰 就沒辦法 這是以前 以前都會有的地道 新娘島在這裡 這個案件的 南沙訴訟 南海訴訟 新娘島在這裡 在這裡 他這個點 畫200海裡 就是經濟 專屬經濟海藝 這是 新南青島併入台灣總督府 管轄 1939年3月31號 日本政府將併入新南青島 一室通知華國大使 駐日大使 該日日本外務省聲明 新南青島為長期無人 無主地的青島 日本人從大勝6年 1917年已在該島開發 投下機制 設有永久的設施 日本政府給予 該等日本人承認海金 也給予日本公司的援助 對日本人的生命財產事業給予保護 進行行政管轄 未免法國在該地區 該日期間造成無謂的爭端 決定將新南青島併入台灣總督府管轄 高雄的 這裡有高雄來的嗎 這裡有高雄來的嗎 這裡有高雄 好多喔 這高雄這家 這新南青島現在秀於高雄的 補充一下 大平洋戰爭前 日本的政府的作為 1939年6月26日派遣警官三人去灌 那1月30日交接嘛 40年2月21日派任第一代七長 那有副長 設這個官廁所電力設施 一夜授施 這是二戰前的 先有這個新南青島主權的基礎作為 那這裡有主權的意思嗎 有啊 這是戰前 不是建後 不是建政當中 建政是當時開始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設備才開始 那這是正常的 越南主張不成立 建後一九五一年到外出 外南國的外相間外長陳文友 在舊的合會上宣稱 南沙青島西沙青島屬於越南的 有人要參與嗎 沒有 會上沒有人呼籲 沒有人發表評論 會中對此理問題沒有達成協議 是不是外南的 第1951年9月7日聯合國這個 也舊的合會裡面已經討論過了 就已經刮定過了 所以說他今天雖然說占領那個島 他有說那個他的嗎 他政治上都說那個他們的 傳統論理 但是他們的法律 沒有這樣規定 做的一套 說的一套 都是這樣 1953年9月 法國外交部說 南沙青島非越南的 這也不是我們講 這是越南怎樣 1949年法國將交子交給越南國了 沒有包括南沙青島 因為安然把這個 越南割給法國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 南沙青島 所以現在寒議的時候 也是一樣沒有 建後要寒議也沒有這個東西 新南這個訴訟 我們來 誰可以提告 身份問題 誰可以去告 能力問題 誰可以代表誰 這是一個法治問題 誰有權去告 這是 第一個跟一樣 就說 被告四格 原告四格 要這個官司 要打 有這些問題 誰有權去告 台灣本土 台灣本土 你們看嗎 這問題很親 你們看這個 等下說 聯合國安理會 在2004年1546年結議 重申 伊拉克人民自由決定支配自己 自然之源的權利 這句話看有沒有 這安理會是什麼人 安理會是什麼人 安理會是什麼人 安理會是可以發動戰爭 唯一的合法機關 比米國更大的一個機關 聯合國安理會 他如果說要撿就撿 他可以合法發動戰爭 所以這個人 目前地球最大的這個人 他說 伊拉克人民自由決定 支配自己的自然權利 為什麼會有這個決議 因為他在外面 去到這個櫻化聯金 伊拉克去到櫻化聯金 擠掉了 讚了 美國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 有人說要照顧 他可以去開 這就說照顧 自然之源都說照顧 這是不是 他現在去擠掉 他可以去開採嗎 他要照顧 他要去開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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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有 這老大說不行耶 老大說伊拉克人民自由決定啊 我們再看看 被佔領西利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聯合國經濟委員理事會 2007年7月26號結議 前提會議 他說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佔領的西利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對他的自然之源和經濟之源 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要求占領國 以色列不要開採危害浪位 耗盡這些資源 這個文章要好好看 這番時間我看見 他說 這裏面有幾個人 這裡有一個說 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這是什麼人 你怎麼這麼清楚 阿佔領國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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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佔領國在哪裡 這西利亞可以嗎 佔領跟被佔領都不可以 為什麼佔領不可以 因為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所以佔領國 這就不是你的東西 你待會可以去開採 佔領國清楚 阿佔領國 阿佔領國為什麼不行 這個我的為什麼不行 阿佔領國就好像乾燥去了 這個戈蘭這個地方的 政府已經去到 伊拉克也去到這個 伊斯莎在漸去了 原來的政府怎麼樣 垮掉了 不然已經沒有在這裡 已經在白樓下去了 所以他有管理 原來政府有管理人家 開採嗎 開採嗎 對 他沒有權利 他沒有辦法管這個事情 減領跟被減領的政府 都不可以開採 都沒有這個管理 什麼管理 被佔領的阿拉伯人 對不對 這個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我們這是減領還是被減領 怎樣 政府 這是減領還是被減領 你們跟這個一不一樣 這個 一樣嗎 這是政府 這政府有沒有管理 減領政府跟減領政府都沒有管理 這是 我是說這個 這沒有 清楚 這不管美國也好 還是說這個 日本也好 日本現在怎麼在這裡 沒有阿 他也不在這裡阿 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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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一樣 沒有權利 只有各位有權利 他們沒有權利 看有齁 這張 這不是我講 這是聯合國講 去今早和平條約 日軍戰敗 依這個指示向ROC 海蘭島宜林港駐軍投降 1946年由這個ROC行政長官公主接收佔領 1952年這個就像和平條A 二條B 日本放棄台灣平和所有的權利 民氣請求證 二條F 日本放棄南沙青島西沙青島的民氣請求證 再來23條 這 日本的批准輪書 以及包含作為主要佔領國的美利堅合眾國 這你說什麼 這你說 美利堅合眾國是 美國嘛 它是什麼的占領國 台灣嘛 對不對 台灣的占領國嘛 說得很清楚 這不是你說 朋友啊 這個都是啦 所以 他有沒有權利 沒有齁 這 第四條B說 日本生日第二條第三條中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日本國民財產出運的有效性 這條齁 這條是有疑問的齁 這條第四條是有疑問 不過他現在是規定在這裡 他有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這讓這面有軍事政府存在 他有出運台灣嗎 他說有出運前 他有沒有出運台灣 還沒是吧 還沒是吧 開始說ROC他不是軍事政府 他是一個 佔領前指定的政府 美國指定的政府 他依然持續對領土軍事佔領 對被佔領期政府的控制 只是從美國國防部 移轉到國務院 這計畫說明了AIT 是在美國國務院底下 這證明什麼 證明說還在尖量 這是美國 政法協銷的協料 台灣關係法 第三條第二項 美國總統 國會將依據他們 對台灣防衛西亞的判斷 遵照法定的程式 決定 提供上述防衛物資服務 種類數量 對台灣防衛西亞的判斷 應當包括 美國金士當局 向總統國會提供的建議的檢討報告 叫做美國軍事當局 By United States Authority and Minitary Authority 就是說這個美國軍事政府在這裡 這是現在台灣關係法裡面有的 這說沒有出一個報告 國會對台灣關係法執行報告 不知道有人說過這個嗎 20000年12月19號評估了台海安全 他說台灣關係要呼籲我們 我們是誰啊 美國國防部 維持美國對抗任何危及台灣安全的武力 跟威脅的能力 行政當局承諾在該地區維持十萬名部隊 以引領該地區可意見的未來情勢 這十萬名的部隊包括駐韓國的美國 陸軍第八軍團第七支空軍 部署在日本的陸戰隊第三點增金第五支空軍 以及美國第七艦隊 這是國防部跟國會的報告 這個東西有實在嗎 有沒有實在這個東西 現在在網路上還有 這個底下都有這個網址 就是說這十萬名的部隊真的假的 這老K的宜民署的關聯嘛 對不對 騎在旁邊看 對我沒看到騎在旁邊看 海關AIT半年 這代表什麼 上級老大 美國是老大王 美國是老大王對不對 柯倫頓派了兩個航空母艦來 獨立號跟這個迷你字號 這個1996年來的時候 台海危機的時候 派兩架這個航空母艦來 本來他們 本來這個中共演習七波 1995年快到1996年 文公武後這樣一直來這樣 進入高潮第七波 這美國人派兩架來 有第八波嗎 有沒有第八波 沒有啦 登陸失敗 這就是在保護台灣 有保護台灣嗎 這樣看起來 好像有齁 美國有盡佔領的保護 保護台灣的EU 有啦齁 過去的歷史來看是有啦齁 以後會不會有 當然也會有 還有人看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 美國施政前下的沖繩法令 這個標題齁 這 都網路來齁 這個標題有很奇怪嗎 美國沖繩法令 美國沖繩法令 施政前 沖繩在哪個地方 那美國在管 哪個美國在管 蛤 美國民政府 美國民政府 有不 美國民政府 第一 劉球類島 美國民政府 設立的什麼標準 劉球類島 美國民政府 我們該做 這是 台灣 美國民政府 我們該做 台灣民政府 該做 台灣民政府 該做 該做 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統合同事 統合 統合 這不是缺兩次 這應該是該做 美國 這應該 瓜府叫做民 才對 不是民 有不 這要把瓜府起來 你看 台灣民政府 這個民 跟瓜府起來 該做民 他的新聞 真的就造出來 劉球類島 美國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TCG 是什麼東西 台灣 美國民政府 的簡稱 對不對 這才是他的 真正的新聞 這個 這個 應該換了 該做民 米 被占領 西里亞 哥蘭的 阿拉伯人民 被占領 日本台灣的 本土台灣的 這有公務 有沒有 這樣 誰有管理 本土台灣 本土台灣 要證明你是八占領 要怎麼證明你是八占領 法理上 不能從法理上 法理上 大家都說一條 在你的 庭本 富極 富極 庭本 就有啊 你有請 台灣 公民身分證 沒有 如果你有 就有請 日本時代的 庭本 不是 你本身 不就是 你老婆 老婆 不就是 你老公 你阿嬤 是 日本人 你是他的好代 你才能夠證明 你是被占領方的 本土台灣人 你才有這個 管理 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案件的管理 我們這間去圍託這個 美國律師 美國律師 一開始 不用說不用說 接受我們兩點鐘的 諮詢 諮詢 我們背去到 美國那裡 討論兩點鐘 背去那裡花多少時間 你知道嗎 要花幾天 他說兩點鐘 給你開工 就是說 你這個當事人不適格 一開始 因為我正好有先給看 他說這個當事人不適格 所以不用接受兩點鐘 2013年5月23號 當天早上9點開始 聽到一半 他聽到一半 他聽到一半說 我可以找我的夥伴 猶太人的律師來嗎 聽到有興趣的樣子 接著他們 起銷下半場的 他的 他的用 出小條 這樣 談完之後 完成 同意第一階段 是不是能夠起訴的研究 不是說要起訴而已 是說 可以起訴嗎 我研究一下 這樣 花一萬塊 我們花一萬塊 美金 三十萬研究 可以起訴嗎 這樣 當事人不適格 你看 沒什麼跟你說 怎麼說 到時候就叫出來了 這個我們 談判的人 這兩個律師 這個 猶太人 這個我 三個人 四個人 接著看 法庭 最快 大概 一週左右 可以分案 他說 這7月3號 寄給我的 目前 我們正加緊評估 可能的攻防 其中包括 法庭可能採用了政績 引用文献的方向 下次會議 7月底 其實是可以訂稿 遞交給聯邦法庭 法庭最快 大概 一週左右 幾可以分案 跟你們這差不多 我們這裡正傳地出去 就 歡迎 受驚 就 掛號 紛蘭寺的掛號 這樣 再分到 分到 法庭那裡去 差不多一禮拜 他是這樣說 我們第二次去美國 7月22到27號 確定起訴書 有 起訴 這當然 這個中間 有這些 討論 確定說 起訴那種什麼 要起訴 這樣 討論集體訴訟 因為台灣人很多 不是我們幾個 五個 三四個 陪審團的問題 參政的問題 參加訴訟問題 替代方案 討論這些問題 我簡單給大家報告 他說 集體訴訟的缺點 因為集體訴訟有一個 就說 要跟你們說 你們要參加嗎 你們要去參加 打這個官司嗎 不可以說 我這樣說就算了 要 文書的正義 要教配給你 要教國委 我看就很難 不要說教台灣人 這要教他去 這件怎麼做 這比選總統代算 比較大件 打這件官司 宋達成本 太高 可能會刺激被告 放手一搏 造成研告跟 律師綁在一起 財務只能從和解 選擇中求得 但是和解很難 集體球場的 極正責任更高 這個Bruce 這是猶太律師查到 這訴訟 集體訴訟案件 如果被研告 多達一兩百萬人的話 法官會認為 管理不易 有困難 不會准洗 本案台灣 大概有 一千八百萬人 這樣集體訴訟 怎麼可以 可能 不行 所以集體訴訟就 不行 要有替代方案的問題 這陪審團 陪審團的問題 陪審團說 他是你認定事實的 如果法官就做法律審查 陪審團大家是怎樣 大家的印象是怎樣 如果行屬案件 這是被國的管理 如果民事案件 這是我們國的管理 就拜 如果行屬要 新政要不能懷疑的程度 所以陪審團的成年 十個都要動議才可以 十個如果要動議 一個沒有動議 這樣有罪嗎 這樣也是沒有台人 教會說你有台人 一個說沒有台人 這樣也是沒有台人 如果民事案 他有一個叫做 優勢政績主義 只要超過百分之五十 對當認定事實 超過百分之五十 就超過百分之五十 一個就可以了 本案可以申請陪審團 終職日在之前可以做決定 目前是還沒到那個地方 陪審團的組成 通常是十公里 所有的公民 法年我們要建立 還是說後天我們的法庭 就是說 法年周邊 大概十公里以來的住民 參觀這個 我去參觀這個法院 法年有一個好審室 可能有這麼大間 這樣 一個通知七八十人 做陪審團 這是公民的義務 法年會在差不多一兩家 以前通締 九季一天 你可以通締 去打電話 這個法年 要去還是不用去 確認一下 這個公司 你去這個做政 公司通常不會給這個會用 然後 法院只會給交通會 開車去法院 周邊 停車場 依通知單 報到免費 那做完陪審的一個證明 一連指做一次 再被抽到的話 可以 出事證據 免作證 如果通知到 等候室 直接抽到等的時候 他會抽這個 候選人 這個案件 可能要10個 他會抽11個 一倍多一點 抽抽抽抽 就抽去了 五個案件 可能就差到很多人 然後抽到之後 會通知你去哪一個法庭 哪一個法庭 這10人 這20人你去哪一個法庭 這20人你去哪一個法庭 這樣 起來稍等 去到那裡 法官 兩個 也在律師 還是說檢察官和律師 他會當場 一個一個警 20人 我10人 警 這個可以嗎 那個不可以嗎 香港都同意才可以 如果有關係 你跟這個案件有關係 你把這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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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被排除 他要的陪審員 都是白紙一張 法官就最後確認前 他顯定坐入陪審的位置 兩招開始攻防 在陪審的過程 如果有一方的律師認為 某一個陪審員不當的話 他可以中場換陪審員 他要求這旁聽席上的候補陪審員 當場地補 有這個機制 再來說 本案一個大關鍵的 是這個東西 政治問題 這個南海訴訟 現在有外南的軍隊在那裡 有中國在那裡 法國可能也說 不是外南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 不知道 這樣有 這麼多國在那裡 這樣 這個是不是政治問題 看起來好像是 什麼叫政治問題 有人知道嗎 這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 在判決書怎麼說 何謂政治問題 第一個他講說 環世憲法已經明倫 將某一個問題 尾由於本案平行的某個政治部門 處理的話 那個就是政治問題 先問一下 什麼叫本案平行的法 某個政治部門 這是說什麼法 跟本案平行的是說什麼法 有人知道嗎 美國是三千分立的國家 這個大法官是司法前 平行叫什麼 立法 行政嘛 對不對 行政前代表什麼人 總統嘛 美國總統是行政部門的代表 最大的 平行嘛 法院最大的就是大法官 行政單位最大的就是總統 還有一個 這是行政還有一個 立法院 不是立法院長 是立法院 國會啦 美國就是國會嘛 參院跟眾院 他是集會集體執行前例 參院跟眾院 所以說 憲法如果明臣規定說 這個先判錢交給國會 啊 金隊指揮錢 統帥錢交給這個總統 這樣 就先戰 當不當 這10萬人的大法官可不可以管 這政經不能這樣檢 這政策不對 怕輸 大法官可不可以管 比如越南 越戰撤退 建輸 撤退 這大法官可不可以管 你這個仗打錯了 可不可以管 不行喔 這叫做政治問題 這不是犯人可以管 第二 如果欠缺法院可以查西後 適用的裁決標準 這你說什麼 這你說什麼 這也是叫做政治問題 它是三千分立的國家 法院應該怎麼辦 要依法審判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是沒有法律 這就有可能是政治問題 是不是這樣 反倒回來 這如果有法律規定 是不是政治問題 就不是啦 他依法審判就 不得季節審理 如果有法律規定的東西 就是要依法審理 不能說這是政治問題 阿輝做成顯然不屬於司法裁量 初步政策決定 法院無從審查 這叫什麼 我舉個例子 你要申請 跟美國申請這個課教 這個國務院都要去審酌 你等不及 你就跑去法院告 這樣可以嗎 因為行政部門還沒有決定 他決定之後法院才有辦法去審查 所以說他如果沒有審查 就決定出來 沒有這個結論 反而他就沒辦法審查 這個就 這個就不受理了 第四個 法院如果獨立解決 勢必造成跟其他平行部門不尊重 這底下的例子 如果有特殊下 毫不猶豫遵行 已做成的政治決定 或者是說 就同一個問題 可能形成政府不同部門 發表不同聲音的尷尬 這種情況是說 不是平行機關 不是平行機關是什麼 比如說國防部 或外交部 國務院 說出來的 就政策性的講話 法案要怎麼樣 毫不猶豫的 才會遵行決定 他裡面還有一個判例 尤其是針對條A 條A 當時的解釋 法案可不可以去變 比如說杜勒斯說 日本有最終的主權 參與主權 法案可不可以說沒有 可不可以這樣講 不可以 照這個標準就不行 這已經做成了政治決定 你不可以再變 我們考不可以 我聽到考不可以嗎 考不可以 起先 行求個別適當的救濟 即他們要護照 更具體的他們要國際承認的護照 然後目前上述人要求更多 他們想成為擁有一切相關 權利和特權的美國國民 包括美國護照 考量到上述人的國籍 將使我們跨近 既有爭議性的美國外交領域 才能解決行政部門在過去60年中 有意不處理的問題 即誰對台灣行使主權 本庭沒有辦法處理 無恥全力 因為政治問題阻止我們考慮上述人的訴求 本法庭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只能駁回上述人對於管轄實質控訴 什麼樣就是遇到政治問題 所以 護照是算法的 是主權者在怎麼發護照 美國就說 他就不說主權者是什麼人 這樣是怎麼發護照 所以 他也不說他有主權 所以 他叫他發護照 這樣就 我們不對題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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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那和平條約沒有釐清 得在台灣行使主權的政府 23條絡統的規定說 美國是主要佔領國 但沒有指成 這主要佔領是針對什麼 他這樣子講 對不對 對 好不對 這個問題 法官這樣說對不對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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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行政部門 決定台灣的主權為和 法庭就立即可以判決上述人相應的地位 以及 該有的權利 對於 達成的國家 對爭議性的領土 既有主權這一件事情 司法部門通常會追隨行政部門 一旦主權被政治性決定宣布之後 法庭就能檢視相應的獨立的判決 對該契義適用的法律 這都在重申剛才那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 台灣這個有真意性的領土 有政治部門怎麼決定 還沒決定 我剛才沒說過 杜布洛斯有說 這是一個 日本有最 有參與主權 有沒有 勝利主權 他有講 法院可不可以變更這個東西 不可以 有確定嗎 有啊 其實換他沒用功 美國的行政部門怎麼有決定 台灣的主權是什麼人 台灣的法理實證權 美國的行政部門有沒有說 有沒有 因為說會贊贊 贊贊可以嗎 剛才發覺說不說啊 有說不 說在哪裡 有政治在哪裡 在這裡 第三條後段佔領的效率 大家再看 台灣的事實值權 美國行政部門有沒有說 有喔 規定在哪裡 對 等一下再說 40的事實證權有說沒有 這TRA的台灣關係法 第四條A 美國法律將GC對台灣適用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美國法律繼續在台灣適用 這是什麼 美國的國會講的 美國的國會法案要不要遵守 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要不要去做 所以設立了AIT 所以新的我們法案要受理的 這樣 他裡面還委託一個人 我們剛才有說過 是怎麼國防部變成AIT 國防部移到AIT 雖然不叫做軍事政府 我給你看 他依然持續對領土軍事佔領 他說儘管當地政府不在 當地政府不在 不再是一個軍事政府 他是一個佔領權 誰是佔領權 美國 指定的政府 他依然持續對領土軍事佔領 對被佔領區政府的控制 對佔領區政府 這個政府叫什麼 只是從美國國防部移到國務院而已 所以AIT 只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 我們上年ROC 要去南沙青島 部署這個針刺灰彈 結果AIT跳出來說 不行 為什麼不行 這是林立方說的 國民黨立法委員叫林立方 不要聽過嗎 他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 反恐 反對恐怖組織 你在這裡佔領政治灰彈 叫做恐怖組織 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國民黨立法委員叫做布置灰彈 變成恐怖組織 變成恐怖組織 沒有啦 國民黨的軍隊現在的灰彈都被圖掉 D4度沒聽過嗎 叫D4度 有他的標籤 對圍彈都被圖掉 現在被圖掉了 這個地方 巴士海駛那裡 如果跟火力兵的火力機相處 你看他有火力機 有火力兵的標示 他看你什麼 什麼都沒有 這是不明的武力 不明的武力叫什麼 恐怖啊 所以AIT說你這個叫恐怖組織 不可以來 AIT怎麼來指三道四 因為這 對被佔領機政府的控制 由國防部移轉到AIT 國務院嘛 為什麼就是 就是這樣子 萬人就在這裡 沒有啦 政治問題 這 台灣人只能歸誰 美國行政部門有沒有說 政績何在 有沒有 我們剛剛有說一半嘛 還有更有面切的政績嗎 有沒有 其實都有政績啦 我們要打這個官司 如果沒有政績 我們就不用打了 這個政績不是說 毛米學家說的算是 這要怎麼說 法官聽什麼 聽 國會的 第一個 第一個老大是 國會的說話 法論嘛 第二個就是 行政部門說的 行政部門 要有前衛性的機關說的 不是AIT這種機關說的 那AIT是對這個 國民黨可以 對美國政府那是算小腳 那說的不算是 但是他如果是 好啦 這當然是有政機啦 改天再講好了 什麼叫佔領 佔領是托管 我聽過嗎 佔領就是托管 聽過嗎 佔領以自然法 叫做托管 他為什麼叫托管 被佔領的領土 是被人以托管的方式所持有 這是在這個軍事政府和 在改憲法第三辦這個切裡面有說 第四處 這個佔領 對當地政府的影響 第六三節 古巴茲佔領實力 裡面有說這個 佔領就是托管 托管 它是依自然法的管理 因為你 佔領 原來政府就不去了 你裡面這邊的運作 佔領軍 執行原來政府的權利 這是當然的事情 叫做自然法 你看 托管的內容是什麼 金字占領軍的權利 剛才你說的 有很多人說 在這裡有說 這條 第三條 今天和平條第三條 日本同意美國 對佔領29度 宜蘭的這些島嶼 交給聯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 日本同意美國對這些信託統治的提議 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 美國對上述第七所屬基民所屬海義 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利 這個 這樣 這樣 怎麼會同意之後呢 有什麼權利 同意之前 美國有這些權利 同意之後呢 有什麼權利 同意之後也是這些權利 也是這些權利而已 會變小還是會變大 會變小 那不同意之前 我有立法行政司法 有沒有限制 我最大 我說什麼就什麼 同意之後會有一個制度啊 制度就是在做什麼 在限制管理啦 知道嗎 所以同意之後變大變小 變小 這樣 知道嗎 這有理解 這是就案和平條第三條的規定 你可以去查看有這個嗎 看後面這段 在提案獲得通過之前 美國對上述第七所屬基民 所屬海義 擁有實施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利 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利 這不是我說的 這都是條會說的 我們 說的東西 我們也要打官司 如果沒有法律依據 我敢聽你的話嗎 不會 你如果有法律的時候 他可以反駁嗎 就不行 他美國的法律將機器對台灣適用 這是 AIT四條A 欠切外交關係後承認 將不影響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 美國法律將機器對台灣適用 這剛才改遍過 美國國會立法讓美國法律機器對台灣適用 AIT 是否要依法行政 美國法律是不是要依法審判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行使 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利 有沒有 有 只是說 很少人去用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的新南岸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樣是告他 他必須要承認 受理就是這樣子 我們再來說一下這個 被佔領地人民的國籍 國籍 付歸前沖繩的這個日本法 付歸前是當時叫付歸前 1972年5月15號之前 美國簽名機閃 美國簽名機閃哪有日本法 美國簽名哪有日本法 很奇怪 這裡有包括什麼 蜀人法的國計法 造了25年法律第147號 這個法律 日本的法律 怎麼會在簽名機閃 走去沃淇尼 這個要不要美國的同意 要啊 當然要啊 那是說是怎麼美國要 沒有這些人來變成什麼人 變成美國人 美國人要他事情大條 他要撤退這裡都要帶回去 這佔領的 被佔領地的人民的國籍是哪一國 被佔領國嘛對不對 對齁 所以不知道用這個 昭和25年的法律 要出錢 出錢要拿什麼 出錢要拿這個 旅行證件 這是 留給烈倒美國民政府 留給烈倒美國民政府 這本啦 旅行證件 就這本 我們現在 台灣是誰會選什麼 所以我們有 要求這個東西 旅行證件 順便就是這個 他如果有發這個給我們 他就是說 准我們去發行這個東西 那標誌是什麼 我們就確認 美國是簽名地 我們是王簽名 就 這麼簡單 請問有沒有 這個 人是叫做 美國民政府 我們叫什麼 台灣民政府 我們把美國審戀掉 對不對 人是審戀頭前 我們是審戀中間 對不對 有聲音嗎 你可以都把他選起來嗎 這叫做 台灣政府 民也把他選起來這樣可以嗎 不行 就變成自己最大的 本案 本案 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也不是我說 被告搜授起訴訴後 21天內要提出答辯 這是7月25號 本案一週內 可以將起訴書送達被告 被告在收受起訴書後 21天內是提出答辯 被告如果提出動議之後 言告是在21天內起訴答辯 這件案件在7月25日這一天 送到法院去 那一週之後他會送達 我們送到法院也要送完告 在這裡的制度是法院去送 在美國的制度是你自己去送 這樣送完之後 法院的被告21天以來要提出答辯 我們這件是差不多一禮拜以來可以送到他 答辯我們也是要 他21天提出答辯 我們也是21天要提出答覆 這是原則 還有例外 送達成績放棄 這哈特公司主動接受送達 根據聯邦民主宗法第四條 這個傳票這個 這個第四項被告主動接受送達 或稱送達成績是放棄 對於應受送達文件主動加以承認 被告可以有60天的答辯時間 法院會進一步確定到期日 預期法院會准理答辯 不至於讓原告期的切齊判決 這是目前的情形 7月25日到現在21天算了 我確認是 查起來是主動承認我們送達的文件 所以延了60天 這件案件的辛蘭訴訟是怎麼可以提告 這個行惠法跟布朗斯 美國跟中國過期60年間 侦偵查不修的關係 讓台灣住民陷入戀利中 在此期間 台灣人民生活在普遍 無政府承認的統治之下 以務實的角度而言之 他們在國際社會中 無確定的地位 以影響到這些人日常生活 在此一無所不在混沌狀態 促使本法庭 試圖牽涉他們的國籍跟人權 這在說什麼 說被佔領地的奔鬥台灣人 有沒有代表 有代表嗎 有嗎 有嗎 那有 你們怎麼有代表 你們怎麼沒有選代表 有啊 那是有 你們那個代表是國民黨的代表 是占領軍的代表 不是你們的代表 不是本土丹人的代表 所以 你的管理會讓人侵害 你是一個人呢 你可以去告嗎 沒有人這個代表 你只好怎麼樣 自己去告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沒辦法自己來告 我們告什麼 告說這個 美國的這間公司 大主大餘 剛去到中國 簽約 說要來我們那些 新南青島要開採石油 探勘開採石油 你知道嗎 說要來我們那些 新南 這個 西南 南沙青島 這個新鳥島附近要開採石油 這個案件是怎樣 這樣才可以 這樣 三人是可以告 跟我們說 我們是被簽了方的人 根據聯合國那個捷運 被占領方的人民 享有不可報道的權利 我們有管理 誰是被告 美國 那中國呢 中國也是 你看一下 他說 清潔型的量 找一個企業詐欺 他如果磨夾要一百萬 你賣掉白公 某人說 好了我跟你買了 這麼熟 一百萬就把它買起來 可以買嗎 為什麼不行 買空賣空 沒什麼不可以啊 但是 如果 吃口頭點椒之後 以教手降器 打開這個白公的門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不行了 你不能點膠 你不能賣地球 賣夜球賣夜亮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點膠 你可以賣白公 你也可以賣克林姆 你說 可以嗎 那是兩件事啊 你們兩個如果說好 你們兩個開心才不行 你不能去 第三者啊 對不對 你賣白公 可以啊 可是你可不可以 他說點膠好了啊 你就叫一個手降器給他開門 可不可以啊 這樣就開門 就變清潛行為了 你知道嗎 會去弄在那裡 要搞清楚喔 那中國說 好 你要來這裡開採石油 這樣好 給你開採 那你要交錢力金嘛 那你開採 那中國有沒有辦法 這跟這一樣 我不會白公的意思一樣 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樣叫沒有辦法 這叫做 再的相對性 你兩個如果說好 說有英文就第三者 沒有啊 這叫做沒有辦法 那你如果真的去找 所長去開採 真的去開採的時候 這樣有辦法嗎 這樣就叫做辦法 所以本案這樣 你覺得誰是被告的四個 誰有四個啦 是中國這個酒油公司 還是美國這個酒油公司 美國去跟這個中國海洋總公司 講說 你這塊油田給我開採好嗎 這樣 就說好 這就是我愛 我好 你挑一些錢力金 你去開採這樣 他真的做準去開採 我們一開始 做一架 美國公司做一架 做一架 去那邊採採的時候 去到外面 武裝船 把它包圍起來 一開始那個地方 這樣告這個 該告誰 告美國還是告中國 兩個中 什麼兩個中 都告 你要告吃 告這個案 不要拜託這個案子 要告吃的告餘 告餘啦 吃的 要怎麼告 他也沒去賺錢 他也沒去開採事 你還要去告什麼 這樣聽得到嗎 對對對 真聰明 去開採有事情 不會沒事情 知道嗎 這個案子 美國 我再說一次 這數字就說 美國這間舊的公司 前往中國說 說會借你們 這塊油 這塊地可以做我嗎 這樣 我錢給你 中國說 你要錢給我 你說這個我 我當然說好 我就錢給你 給你收起來 對不對 順便做你沒關係 這樣 該告誰 美國去探勘 當然是要告美國 你要想 告中國 要再到中國 再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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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夠贏 跟他說法律 要去美國 要去美國 有 有 美國法律 有參與總統 什麼人 不會管你 你照法律來 所以我們去美國 告 哪有得利是會通的 美國法院 這是案號 Case 43 CV 2016 1號 Document 1 2013年7月24號 你怎麼說 這天 他告 這是什麼人 蘇內桑 蘇內桑 什麼人 主席 你又知道 這是我們蘇內桑 騎點名 70個 5月去的時候 40個 那時候 7月這裡 現在比較多 美國法院裁定 7月24號 發出命令說 10月 21 03年 9點 再去 這個法官 安裝安裝 在這個 什麼路 發出命令 我們剛才有一個 7月3號 有一個 律師跟我們說 收案之後 21天內分案 現在呢 有沒有超出 超越進度 25號 25號 裁定就出來了 就說 10月子 要進行 開庭 要 這 我怎麼說出事情 我們要 雙方律師交換意見 省錢會議 這叫省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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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有快嗎 哇 還有 這個是有點意外 上了美國蓬勃新聞社 7月34號 這個律師寄給我 所以這個案子 已經上了美國的蓬勃新聞社 蓬勃新聞社有什麼地方 要聽過嗎 沒有 蓬勃 蓬勃新聞社 前媒的蓬勃新聞社 蓬勃新聞社 蓋酒的案子 早期娘的 國王的案子 如果台北在部 這樣 有什麼案子 蓬勃呢 這是什麼東西 蓬勃有限合夥企業 是麥克蓬勃 在1981年創立的 財經類媒體集團 這個 這個 曾知 這個不是曾知 就營業額 76億到79億 有大部 這部很有大部 專業媒體喔 陶貝什麼人 紐約市市長 陶貝紐約市市長 紐約市市長 對我們這件案子有出名 那些有沒有看到 一瞬間看到 稍微有機會 他報什麼 被40位台灣人民提出訴訟 這25號就報了 當天就報了 在中國南海發現的 5億桶石油 7.5兆 立萬公尺天然氣 但部分地區的新南青島 會以專屬 會以新南青島專屬驚訝意 該地區的自然資源精神 自然資源跟經濟資源屬於本土台灣人民 這些基民要求 290萬美金的賠償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在該市場中 沒有列為被告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正確啦 怎麼覺得 還是要繼續聽下去 繼續聽下去 這個公司 今年5條訴訟 我查到暗頂年 暗頂年 剛剛起來還在市場中 50幾隻 這補出來 每條補不 不會 我們這間有在補而已 所以都沒有在補 每個最大商業新聞社 美國聯邦法官已經採解 陪同研告律師團了解相關證物 開始進行這個 就說本庭不認為需要雙方提出戰略交流計畫 反正就是這樣 10月中行在決定就是說要怎麼做 好 之前 之前就10月21號之前要雙方交換這個書狀 他要開審前會議 10月要開這個審前會議 本庭會另外安排適當的準備事項並確認裁決 相關主張訴求書 該夜10月中行會開會結議 這個問題 官庭這樣 1 2 3 4 6 7 8 9 10 3 7 再下去這樣 繼續增加中 這個官庭繼續增加中 還是一樣 這是附件 4月是不能夾一個純正信項 這是附件 如果是他的文書 這裡都有按號 這個附件總共有9月1月 滑滑長 附件之一 這就是那個犀鳥島 剛才看到有一個 一個機場 200海里要在哪裡算去 在這裡 這點算去 我們要算200海里 我們要算出這個點要算出來 這北方 這直北北方 可以參加這個訴訟嗎 伊連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 二四條參加訴訟 哪有主意 你們大家都不在乎 有誰 本土被 再加一顆 這個模糊模糊 又被佔領的本土台灣人 清楚 研究四個 上午主機就說 要跟這個訴訟標的有關 跟這個請求有關 這些人才能去參加 參加這個訴訟 當時也能提出這個請求 不會造成遲言 不會造成不公平 期間之前才可以 法官要記狀 在民參加的理由 並以訴訟 列民參加的要求 答辯事項 法官會做審核 這美國聯邦訴訟法二四條 這有引起跟中文的翻譯 這是你告訴的 確實有這個事情 不是我自己拾牌 我們教這個講 都要有根據 熱熱等 你參加 辭言後有失公允及通知書 和書狀要求 那是二四 就是說要參加 還有機會 這二四條 剛才那 那這件案件如果判斷下來 有什麼影響 知道嗎 美國的舊公司 早起四條島 跟中國說 這 我來開菜好嗎 這樣 有一個人違反 就是說這間舊公司違反 他去開搜 他真的去探勘 這個探勘就有 這個專屬經濟海域裡面 就有一條 這個探勘前 是專屬沿海國的權利 就是我們的權利 我們的田律 我們剛才有沒有說過 被贊領的 等一下 這如果是被告勝訴 跟美國公司打贏 這會發生什麼事 確認 第一個確認這個企業是合法 買賣白宮這個事情是合法的 中國有權利 是不是 我當然有權利 石油公司要不要繼續繳租金 繳租金 要 會不會認賬 這樣可以開花嗎 開採嗎 而且這個跟 就算合法的二三條 美國是主要占領全國的規定 合不符合 不符合 這個不符合美國利益 所以 被告贏的機會是什麼樣 你真聰明 你真聰明 他贏的機會是敵人 贏到勝訴 確認美國是台灣的主要占領國 主要占領全國跟有什麼管理 我們剛才沒說過 他也沒有管理了 他也是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美國為什麼怕伊拉克 聽說有石油的問題嗎 他又不能 不能那個 開採 那有什麼好處呢 要怎麼取得 這個 好利 他只要占10年 沒有去開採 之後呢 有沒有 撤離了 離開之後有沒有開採 他的石油公司就進來了 他的石油公司就跟伊拉克這個石油部長 簽約 跟當地的人 人民代表 石油部長簽約 他有招標 他沒有招標 他只用講的 他的價值 本來給你探勘 一趟是 比如說 探勘的價格多了一倍 美國的石油公司 不用競標多一倍 這樣美國有沒有利益 他有影響力 他有利益 他不是沒有利益 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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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